你是皇上 大伙都瞧见吧 国家没人了 看见吧 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 您看谁都像包子 我告诉你们吧 法院法院所谓再审 其实就是个阴谋 目的就是为了从律师手里 拿回一审判决 因为一审判决书 里面有习近平和毛泽东 那六个字 他们感觉到这六个字 会给他们造成危害 这次改派少了两个月 只是象征性的 仅此而已 经过经历这个案子 让我们感觉到心灰意朗 法院的所有言行都不可信 因为法律已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行 示威的自由 进入 希望 你干嘛,什么事啊? 凭什么呀? 就凭我们是警察 就维护不见,带人走了吗? 是啊,他要怎么样呢? 有没有什么警察 要这么证据? 现在不是逮捕你,这是传唤 要你去派手,好吧? 我凭什么? 就什么派手会找你了解什么? 我现在就需要 现在我可以不告诉你的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那我们这几个人,你说能不能让你弄走? 不问你 那你们这就是非法,吵着名字啊? 我是不叫非法的 那你拿,你们有什么证据,我看一下 我要什么证据 撒几块儿锁的 撒几块儿锁的,请完成可以让你看看,没问题 为什么要谈判我? 我又没办法 在网上搞什么? 我网上搞什么? 这是我的警官呢 在网上,在网上,发表什么了? 我发什么了? 我没发什么了? 没发什么,回去了解,好吧 我为什么要走? 下车回去 配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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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不配合,我问你 我让你配合一下好不好 还有这样的事情 发好的走 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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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不自己走,嫁你回去 什么情况吗? 配合一下 不配合做调查 我们一一没办法 有没有办法 不是你说的话 这个东西不是 在网上不做什么 你们这么多人,常弄我一个女孩子家 嫁他出去 不用跟他理论了 不配合,嫁他出去 你们这么多人,常弄我一个女孩子家 这是什么回事 找找找 便宜 什么意思 喂,宝宝 你看这是什么情况 妈 这一点安全管都没有